现在要出门啊 没几件衬手的装备 那是真不行 之前啊 口罩是钢区 现在这个钢区 很有可能会是 头盔 那有假人就问了 头盔 为什么呀 担心天降冰雹吗 哎呀 一看呢 就是没有骑过电动车 上个月啊 我们公安部出了一个通知 将会开展 一窥一袋行动 很多地方将会从下个月开始严查 而这一窥一袋是啥呢 这一袋啊 就是开车系这个安全带 一窥呢 就是骑摩托车和电瓶车啊 得带安全头盔 这产品刚刚生产出来 会被门外排队的采购商 直接买走了 有些人更狠啊 直接冲到厂房里面来买啊 还加价 你是不是感觉 有点熟悉的味道 于是乎这个头盔涨价 涨了那就要一个快 我还特地在网上搜了一下 先不说 动辄大几千小几万的销量了 这个价格 基本上已经都在三位数 那有假人就说了 我这个同款头盔 去年买也就小几十吧 这两天一看 哇一百多块钱呢 你说我还操心什么投资保值啊 合着我这脑袋上这玩意儿 涨得比股票基金都快啊 Oh my god 假人呐 不要慌 冷静一下 骑摩托车电瓶车 上路的话 要求带头盔 那是为了安全第一 而且呢 过完之间之内啊 大家都抢着去买 涨价也能预料到 同时要提醒各位 除了涨价 前期抢购口罩的套路 还有出现了 什么套路啊 那就是假人们 你在商家那下了单了 但是呢 过了好几天 人家就是不给你发货 逼着你自己退掉 而利用这个时间差呢 头盔又涨到了更高的价格 这商家就把原本 应该发给你的头盔 卖给了别人 就算到时候你全额退款 他们也是大赚啊 所以啊 有假人又问了 说诶 那是不是现在可以 去倒卖你头盔 或者说关注一下 头盔概念股呢 你太有才了 哈哈哈哈 假人 来你先从电动车上面下来 好不好 我问问你啊 口罩用多久得换 头盔得用多久啊 就算你每天 戴着头盔撞墙玩 这个消耗的速度 也没法跟口罩比啊 还有运输你想过没有 口罩多薄啊 头盔呢 你都给亮出一包口罩 潇洒 可是你从衣服里面 拿出五个头盔 那是杂技演员 哈哈哈哈 再说了 运输上千个口罩 一辆车足够了吧 你运上千个头盔 你试试 你得用火车装 所以又假人又问了 说天这么热 你可不可以不戴头盔呢 哈哈哈哈 假人哪 如果不想戴头盔上路的话 骑自行车 锻炼身体 超无情 这次才你生日经 身体出战